大家好,歡迎你又來到這個協欣的BangBang Channel 今天我為大家講解的就是一條HKCEE 1999年的Paper 2,第五十條MC 事不宜遲,先來看一條題目 它就說,現在的Figure裏面 AT就是這條,就是切線來的Tangent 就是To Circle at T 即T就是切點 接著是ABC 就是Straight Line直線來的廢話 它就叫你回去,找找這條AT是多少 未做這條之前,我都想說一說 這條正常人來說,我都會覺得是打聲的 因為這條牽涉到的技巧是什麼呢? 我都寫下給你了 就是相似三角形 如果凡親牽涉到相似三角形的題目 其實一定是深的 即不是深的,或者人們做得不理想 而且這條你都見到是當年的五十條MC 不一定深的埋味那幾條 實有些東西的 所以事不宜遲 不如我先拿一張單檔子出來 和你慢慢說吧 現在的科技都很先進 基本上按鍵已經有一幅圖出來 就不用揭來揭去,非常方便 好了,最後這句話沉到這麼說 雖然這條是一條MC的題目 但我都會當一條Long Quack寫給你看 原因就是這些題目 絕對有機會放在PayPal1長題目那邊 你都要寫詳細步驟 所以不如我們今天就辛苦些 一起寫詳細步驟講解 好嗎? 事不宜遲 首先我會想說 現在我看到有兩個三角形 他們是相似的 第一個分別就是三角形AT Boy AT Boy就是那裡 不如先這樣說 拿一支綠色筆 加了線再說 我都忘記加了線 我會加一條綠色的線 是TB 首先第一個我會看到的 就是三角形ATB 就是這隻 是嗎? 這個三角形 這個小三角形 不如我叫做 好嗎? 和這個大三角形ACT 就是這隻 其實他們是相似的 為甚麼是相似呢? 現在做 口說無憑 就是要寫的 所以我就來 第一句 我就要證明 這兩個三角形 是相似的 有一個指定寫法 有一個Pattern 這個Pattern 就是這樣寫 首先就是告訴別人 在這個三角形ATB 即是小那個 還有就是這個三角形ACT 即是大那個 剛才我所說的 可以嗎? 告訴別人 我將會看這兩個 第一件事 由於我看到的是甚麼 首先我會看到 不如我用 藍色 好嗎? 這隻角叫做 TABOY 對 這個藍色角叫做TABOY 在小三角形的時候 這隻叫做 TABOY 是嗎? 如果在大那邊的時候 大那個三角形 你可以叫他做 CAT 那當然 這個就是 因為大家都是一樣的角 是同一隻角 所以 英文就叫做 common angle 原因 中文的原因 就叫做 公共角 重複一下 公共角 第二 我亦都會看到 看到些甚麼 我不知道你看到嗎? 我就看到了 這隻角 綠色這隻 理論上 就等於綠色的這一隻 為甚麼我會這樣說呢? 為甚麼這兩隻的綠色是一樣的? 原因你看到嗎? 不如我給你一些 highlight 等下刷 這三點 是否在圓上 而這條是一條 tangent 看見到嗎? 是一條切線 而事實上 我當時也說 這個三明的外邊 有一隻角 就是綠色這隻 沿著這隻綠色角 順勢跳進去 三角形CATB 是跳進去 順勢跳 跳兩隻 數第二隻 第一 跟著第二 就是這隻 所以這兩隻角 其實是一樣的 可以嗎? 那原因是甚麼? 還記得嗎? 中文就是交錯公營的圓周角 英文就是angle in automatic segment 邊寫邊說 不要廢話 所以這個角 寫得很難看 就是ATB 就會等於角ACT 好了 原因 叫做交錯公營的圓周角 英文就叫做angle in automatic segment OK 那當然 最後一隻 就是第三隻 角ABT 紅色這一隻 就會等於甚麼? 當然就會等於 這個大型的三角形 裡面的 A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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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ATC 就是這隻 OK 好了 忘記先拆一些highlight 拆一些highlight 先 好 或者拆它 好 逐點拆吧 算了吧 不拆了 免得這麼麻煩 OK 好 拆就很麻煩了 好 有它 不要緊 所以 換句說話來說 不拆過highlight 免得麻煩 OK 好 所以繼續去吧 所以換句說話來說 為甚麼兩隻 紅色角一樣呢 寫下 首先第一隻 叫做ABOIT 等於直角 ATC 原因就是 因為 Angle Sum of Triangle 三個零六角和 原因在這兩個 一世一帶的三個零 裡面 大家是藍色的一樣 配合 綠色的一樣 自然第三配紅色 一定是一樣的 原因 加上180度 大家 中文叫做三個零六角和 英文就是 Angle Sum of Triangle OK 好了 所以 我們會得知 由於三個零六角都一樣 所以 我們有足夠證據 告訴別人 就是三角形 AT boy 即照策書上面那句 就會蛇仔 這個蛇仔符號 代表相似 相似語 英文就叫做 Similar to Similar to 這個三角形 ACT 當然 要給人家 原因當然是三個零六角一樣 所以就是 A A OK 可以嗎 由於他們 這兩個三明 相似 兩個三明 相似 三條邊 都會成比例 即是三邊成比例 所以 換言之 我們得出一個結論 現在給了兩條邊長 一條九 一條十六 看見這幅圖 所以這條邊 這條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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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斷鼓對應哪個 你有沒有看到 AB 看見到 不如我鼻子 橙色highlight A B 它對應應該就是 什麼 應該就是AT 是嗎 看見到嗎 所以我拆回橙色highlight 所以我寫了 所以 九 這條邊 應該理論上 應該對應 AT 好了 這個比例 就等於什麼 好了 如果這一邊 所謂的 看看 如果這一邊 所謂我對應於 AT 對 如果這一邊 所謂我對應 AT 這次用藍色 好嗎 我對應AT 這邊就對應AC 所以其實在這裏 你給我 我就會把它寫回 AT 我拆回藍色部分 就是AT 相對應 over 16加9 好了 所以換句說話來說 交叉相成 會是等於 AT 會是等於 就 over 25 所以換句說話來說 交叉相成 就是AT的二次 會是等於 225 好了 最後 將二次調過去 變成正負開方巾 所以 A T AT 就等於 開方巾225 即是 15 好了 我 說 AT 當然 等於 開方巾225 即是 -15 這個 要 寫去 因為 AT 怎會有負數 負數的長度 即是 縮入15cm 沒有這樣 所以正確答案 當然就是 15 OK 好了 看看有沒有這個答案 好了 真正答案都呼著欲出 正確答案當然就是C OK 好了 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OK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今天就正式到這裡 OK 好了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緣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